這個空間好喜歡喔 這是樓梯間的一個空間嗎 沒錯 你把它做的就是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喝茶下棋 對… 真好 來 接下來我們往上看這邊是 OK 是什麼樣的一個空間 這一個書房的空間 這是一個書房 而且各位 它這個書房 還有開一個好漂亮的天井 所以它的採光會變得更好 更好這樣子 會裝這種線簾 就是說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說夏天中會很熱的時候 線簾可以遮掉一些光源 這是線簾喔 OK… 還有帶一些裝置儀術 線簾可以這樣用 我一覺線簾都是平面的 對… 你現在把它弄成圓的 然後這樣立體 對 再把它豎起來 像一個立體的一個像一個燈罩的感覺 真漂亮 好 那接下來如果是書房的話 它的長書量一定要夠對不對 對… 我這個書櫃是做活動的 活動式書櫃 它到這邊還可以通往它後面的一個 後陽台這樣子 所以它並沒有因為這個門在這邊 所以你就不把書櫃做到底了 沒錯 所以拉起來的時候呢 拉起來的時候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一個 還滿好推的一個書櫃 這書櫃滿重的 軌道很好 對 軌道很好 五金用得不錯 對… 跟特別的是 其實我們在另外一邊推窗出去的話 落地窗 它出門還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小花台 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其實屋主它 屋主本身就是說 完全信任我們來做的時候 反而是對我們自己本身壓力就滿高 更大的壓力你知道嗎 所以說就是說 就是…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沒錯 原本容易被忽略 且幽暗的樓梯間角落 設計師用穿透性的設計取代隔牆 成功的將自然光引進 像四麻雀變鳳凰般的打造成果 成為一家人獨享的室內桃花園 粉絲